好小话要跟你说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跟女生讲 跟姐妹们讲才对 还好有你们这群好姐妹 男人他们不懂 真的 有些话 最好只跟姐妹们说 Gentlemen, excuse me 欢迎姐妹们 说出你的心里话 姐妹们的悄悄话 今天我们把漂亮妹妹 请到节目当中来了 是的 这个女演员 你在电视上看她 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你看她真人 她们的皮肤都很好 是 上镜的时候 因为现在也是HD 所以是不是要 超大压力的 我觉得 是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 马一轩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 哈喽大家好 是 我们今天是要来说 悄悄话的 大家说的很小声吗 不用 我们就是可能要 窥探你的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先从 她的演的角色来谈起 就这么巧的 就现在在上演的 118跟这个 9点钟的手牵手 都有一轩在演 那么这个角色 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 有点像 但是我们不是谈到说 好像你现在就是 抓了这个戏里面 抓了这个郑可平 来假装你的男朋友 那我们就在怀疑说 是不是你接下来发展 会真的成为你的男朋友 那在戏里 她年纪真的蛮大的 可是对你来说 如果说你交往的 这个对象 年纪比你大很多 这个是男生 男生比你大很多 你大到多少 是你可以接受的范围 我觉得照目前来说 应该没有一个 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真的吗 现在60岁的可以吗 如果她可以跟我聊天 很像朋友这样子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家人会反对吧 你爸会说 你干嘛 找一个跟我同样年龄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考量 但是就是 如果妈不能接受的话 那就可能有一点难 因为其实 可平大哥跟 会方姐的年纪 都比我家人来的大 所以我也是会想 如果我带她回去见家人 见我妈还是什么 她叫我妈Auntie 其实我之前 有交过一个男朋友 她可能我妈的年纪 比那个男朋友才大一个 大概七八岁 然后我说你叫她姐 那也很奇怪啊 叫姐的话 对我妈就跟她说 你不可以叫我姐 你一定要叫我Auntie 不然会真的很奇怪 对因为那个辈分 一定要分清楚 但是我本身是OK的 我觉得可能 我比较成熟吧 可是你会在乎 别人的眼光吗 就撇开爸爸妈妈 可能会反对 如果你跟朋友出去 然后他们就会不会 会说这么带一个Uncle来 会吗 还是你会生气 然后你就不跟这些人 做朋友了 其实我不会 我觉得通常 可以真的见到我男朋友的 一般都是我比较知心的朋友 所以他们都会蛮尊重我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的 那个个人的一个principle 蛮强的 就是可能也是蛮stubborn 所以可能他们也是觉得 讲也是没有用 所以你是个很有原则 有一点固执的人 跟美真有点像 118里面的阿真 而且我是那种 可能在感情 他在成为比较不理智的那一part之前 我是一个比较理智 会分析这个男的适不适合我 而且我一定要有一个 很proper的一个 好像dating period 就即使我们两个感情再好的 本来是一个感情再好的朋友 但是如果延伸到他要追求我成为我男朋友之前呢 我还是会要求一个 我们正式的 就两个人出去吃饭 然后就是聊一些 所谓情侣应该要聊的一些话题 就所谓的一定要经过 表白跟告白的那个仪式 所以如果在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好像我们比较适合做朋友 那我就会马上中止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套想法呢 是周围有人这样子影响你吗 还是你就是 说到恋爱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 按部就班来的呢 可能是我家庭教育吧 可能我妈之前有跟我提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必须这样子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交往的都是年纪比你大的吗 或者有年纪比你小的也有 没有耶其实 你应该是比较崇拜的那个 OK你先说你的择偶条件 大概有哪些 成熟稳重 顾佳 顾佳这个还暂时没有 可能之后有想到要一个steady partner 可能有想到结婚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个点 孝顺 我觉得要懂得 懂得尊敬 尊重each other 还有我的家人 比如说 然后可能爱我也是肯定要爱我家人 那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我的家庭观念很重 所以其实 其实这样子也是很 要人顾家 还没有想好 没关系 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的摸索 其实一般上 传统上 大家都会觉得说 男生年纪如果比女生大 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可是如果一倒过来的话 女生的年纪比男生大 大家就开始打大标题了 谁谁谁 姐弟恋这样子 现在我们看到演艺圈也有很多 所以姐弟恋 演艺圈 就可能香港拉台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你应该你比较清楚 对呀 所以像姐弟恋这样的东西 像之前 之前不是肖亚轩 不是姐弟恋吗 对不对 所以姐弟恋 对你来说 是不是也是一个 能够接受 那么接受度有多宽呢 其实我没有试过 然后我觉得我是那种 后知后觉的人 可能我没有试过 我不晓得 我能不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那个男生的成熟点 他的想法 我觉得非常重要 当然之前曾经有 就是年纪比我小的男生追求我 然后 你考虑都不考虑吗 你小弟弟 回家吧你 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 我们是从朋友开始 然后我没有想到 他很坚持 之后的时候 到一个时候 他觉得 OK他fall in 然后他要 他要追求我 然后他又很坚持 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 有考虑 想说 我是不是太固执 好像觉得说 女生应该要长 年纪比我大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有把它放进第一次 放进一个考虑区 但是 我觉得是那个 思想方面的问题 对 而且 可能我从小就很自立 我可能到了一个时候呢 我希望是 对方来照顾我 因为我已经习惯 自己照顾自己太久了 然后如果刚刚好遇到的 那一个 那个所谓的对方 他又没有办法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话 我又不想要 去照顾他 可是 那个 OK 当然我们大家都会说 思想比较重要 就是说他可以年纪比你小 但是 他只要成熟稳重会想 你还是可以接受 可是 你知道吗 大家还是会说 他老公比他小 五岁呀 或者人家还是会说 所以有没有一个也是说 我们经常说 听人家说 五岁就是一个 一个generation 一代 一代人 这当然不是说 那个代 就是说代沟 很多时候五岁的差别 就已经看得出来 然后五岁比你小 小五岁的人 他看的东西 他接受的东西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 年 多少年在那里 其实我们这一代 都是说 十年的 比如说你是80年 你是90年 好像我是80年代 80年出世的 我们就觉得90年 你就是80后的 好奇怪 不是说好奇怪 就是他们的思想 想法不一样 对 五岁 我觉得五岁还 还好 可接受的范围 轻松可接受的范围 可能过了 五岁又五个月 就可能不行 要那么精准吗 那我的问题又来了 如果说现在就是一个 比你大的男生 可是可能他比较是 追求梦想的那种 他钱没有你赚的多 那你会介意吗 而且他的钱 可以没有赚的比我多 然后也要看他的 他的梦想 是怎么样的一个梦想 如果他是必须要 一直自己掏钱 去完成梦想的话 拍电影 可能22岁的我会接受了 拍电影 这个难讲 因为 你要做电影明星 我做女主角就可以 如果那个是在 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而且因为我之前 是有修读过商业管理的 所以可能我会 before that 帮他做一个市场调查 然后跟他做这些功课 然后看 这个男的 这个计划是否可以投资 这个男的是否可以投资 当然我们是先说那个计划 然后才link to 这个男的可不可以投资 可是如果说那个计划 你觉得不能够投资呢 那你又劝 劝不了他 所以你会继续吗 还是就干脆分手了 反正我们就意见不合 如果他 不需要我 我给予他的一个 经济的支柱的话 我可能还是 还可以接受 哇 你刚才他已经想到 可以出钱出力 什么都可以 我真的觉得 在双方还没有 真的很深入 就是非军末驾 非你末驱的阶段 财政方面 还是分得清楚一点 会比较安全 对不对 我觉得吧 可是他刚才的说法 好像有一点 就不计较啊 反正就觉得说 如果这个 这个电影行得通的话 我们就常听到一些故事啊 就是当年这个 可能男的就是比较苦啊 然后那个女的 有一点财力 工作啦出钱 工作啦出钱啊 什么 到最后呢 最后两人会是分手的 因为那个男的觉得说 我亏欠了他 你是因为帮助过我 然后你要那种报恩 其实两个人 已经直接没有爱情了 你知道吗 这种故事 有啦 听说很多 看了很多 是 但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那个 大家的living expenses 都很高 所以很难去要求 只有单方面的 来 像support each other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 像感情就是要经营 现在都是说 要双方面一起经营 就是难的 比如说即使我 现在在外工作的是 我们两个 那你就不可以指望 我就是必须是 那个做家务的人 你也必须跟我分担 就是以前 所谓做女生 应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是现在的 这样子来说的话 那如果我也帮你一起 好像供 供屋子 还是什么 好像还水电费 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 是行得通 因为这个 是一个双方的 一个support 不过这个是 你是说结了婚以后吗 还是说还没有结婚之前 还没有结婚之前 金钱上的 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 比较好 结婚之前 盘钱 伤感情 对 如果有一个人说 如果你爱我 你就应该支持我 拿这句话出来 就不管是掏钱 你也好 就掏钱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不是那种 你爱我 你就必须给我的人 所以我从来 因为我不是一个 会这样子做的人 所以我可能 也不能接受 对方这样子要求我 对 而且我觉得 对咯 女孩子要保护自己嘛 对不对 是 所以女生约会的话 都应该男生付钱吗 男生请吃饭吗 每次都要男生买单吗 我觉得不需要 贵的他买单 便宜的你买单 应该讲 我是一个蛮 民主 不是说民主 其实我是一个蛮有 我自尊心很强的一个人 所以 我不喜欢自己 我也是希望说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工作 我自己有蛮稳定的收入 我是希望 我可以跟你是那种 可以聊天 可以discuss 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也可能可以给你一些 比较中肯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 平等的 好像男尊女卑的一个关系 因为现在我觉得 现在好像不太行得通 通常 往往好像我们看我们上一辈的 比如说我们家人 好像我妈妈还是阿姨 还是那些辈分的人 他们通常到了一个点之后 为什么那个爸爸好像跟妈妈 好像少交流了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妈妈一直都不敢讲话的话 其实他没有办法跟 跟那个男方分享很多 还是分担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 我觉得做女生 你也应该要可以去 跟对方去分担 分享这些东西 那感情才会走得比较远 而且刚才谈到约会 我觉得约会那种 吃饭还算是小钱 小钱 对 就我觉得现代女性 其实都还蛮能够接受 所谓的AA制 就是说这一次你请 下一次就我请咯 吃饭你请 等下甜品就我请 就不要算得那么好 占单多少 然后拿计算机来 说你别的是多少钱 但我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的 就AA到每一分吗 AA咯 真的是AA 可是AA到说 你吃牛排比较贵 你吃鸡排比较便宜 还要算到这样吗 就是你负你的咯 我负我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点 有点太计较了吧 我觉得没有很健康啊 但是我看他们还是继续这样相处 也是拭目以待 OK啦你们开心就好 也是 我觉得经济方面可能是 比如说我可能之前有一个男朋友 他的他的经济状况很好 但是我又是一个很 自信心很强的人 所以可能贵的 有的时候去吃一些 去餐厅吃饭啊 可能就是由他付钱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去那种 Hawker Center 小贩中心 就是由我来付钱 然后我都会一直争着要给钱 我说哎 哪里可以只有你给 我不给 这样子我们都爱就不均匀 就是你要可能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去弥补这个东西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第二段的敲敲话呢 继续我们来分享 我们再进入马亦轩的世界 陆焦菊